8月26日,历史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,简称博博会,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进行。 据了解,博博会创办于2004年,是亚洲最大的博物馆专业展会,也是全球三大博物馆行业展会之一。 本届博博会共有422家博物馆参展,使得游客能够在一日之内打卡400余家博物馆。 其强大的吸引力,引得众多游客前来参观。 我也是一个极章的爱好者,可以一天之内打卡这么多家博物馆就很开心。 记者看到,本次博博会现场,随处可见VR、AR、裸眼3D等先进技术。 人们借助这些黑科技,能够身临奇境般地欣赏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文物。 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,在于搭建数字化的掌管,使文物活化,实现文物的云上出差。 让古老的文物借助现代科技的翅膀,跨越时空的限制,展现在观众眼前。 我们把文物数字化之后,不仅可以让文物通过数字化形式保存起来,也可以让观众无私角地观看这个文物,然后放大缩小,就像把文物放在手中一样。 通过这种形式,我们可以就像在云上逛故宫一样,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,把越来越多的故宫的文化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给大家。 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馆,一幅巨大的滚动的画卷格外引人注目。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展馆之中,黑科技被运用到了文物有害生物防治的方面。 游客踏入博物馆,不仅能够尽情参观丰富的展品,还可以现场体验文物保护师的工作,感受文物保护工作的独特魅力与重大责任。 现在博物馆热,越来越多的观众都到博物馆来看文物,我们也呼吁大家在热爱文物看文物的同时,关注文物的保护,关注文物的活化利用,就是我们一起来为文物的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